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早期的一千天 是儿童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一生健康和能力的基础 儿童早期发展呢 这个项目我们投资 就是我们如果在孩子的早期投资一块钱 那么对孩子的对我们的孩子回报了 就是四到九块钱 这个也是我们有研究 有数字说明 所以我们在早期孩子的付出 可能付出的收获或者说回报更大一些 比他学龄期上学 包括他成人一些教育来比较来说 我们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 有五个要素 首先就是营养 营养我们对孩子来说 首先就是母乳喂养 及时的添加腐食 对一些腐食像营养包的补充 还有均衡的膳食 还有对孩子超重 肥胖 营养不良 营养元素缺乏 等等这些发育偏离 进行矫正 第二 对健康 就是对一些疫苗的预防接种 疾病的筛查 像新筛 甲状腺功能低下 本病同尿症 听力的筛查 包括一些常见病的防治等等 第三 就是回应性的照顾 对孩子的照顾 我们要做发育筛查的监测 还有对父母的育儿技能的提升 对爸爸妈妈来说 我们生了这个宝宝以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养育他 对我们自己技能的提升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四 就是对安全的保障 对孩子 我们一些重金属 像钳 这些钳中毒等等 还有一些大环境的污染 理化环境的暴露等等 还有一些意外伤害 像一岁多的孩子 还有学龄前的孩子 还有学龄期的孩子 像一些暑假 寒假 暑假的逆水 包括寒假火 鞭炮等等 意外伤害的防治 还有防治虐待 还有忽视 还有家庭环境的保障 这个呢 就像尤其现在二孩政策 放开以后 有一些二胎出生以后 对大宝的那种忽视 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同胞竞争的障碍 还有一些就是有些大孩 就说的特别凄惨 就说有了小宝以后 妈妈爸爸都不管我了 然后就这个小宝 只要吃奶呀 小宝只要爷爷奶奶抱啊 就是这个大宝就觉得 特别受忽视 有可能家长无意义之中 就是可能让大宝 感受到了对他的忽视 我们从孕期开始 在准备要二宝之前 要告诉大宝 你可能要有一个小弟弟 或者小妹妹了 他和你一起 是这个家里的宝贝 然后你们两个 有共同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同时都爱你们 然后让孩子更加去容易接受 第五就是对早期学习 早期的这个语言的促进呀 还有包括这个亲子阅读 我们不能说长大以后 这个孩子没有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你去吵呀 去打呀 然后气得自己心脏放支架呀 做辅导的作业人 家长全部都气死呀 我们一定要从小给孩子 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当然你要陪着他呀 如果亲子阅读 妈妈爸爸一起陪着孩子去阅读 孩子一定会觉得 这个你要很有感情的 很愿意的去给孩子去阅读 而不是很敷衍的去来阅读 孩子能感受到 妈妈纯粹是为了敷衍我 不想去阅读 不觉得这个 去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那孩子一长大以后 也不觉得阅读和学习 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所以我们所有的习惯 都要从小开始形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